我觉得这霸气二字 甚至有人说挺霸道的 这您认同吗 这个霸道呢 你分跟谁 我的霸道说实话 我经营这么大的团队 我要在我的学生面前 在公司里头 如果 如果他们不是说惧怕我 他们不尊重我了 可能这公司就很难做 顺不住我 顺不住我 就是这个 这个在 再聪明的头脑 都对付不过一个民间议员 这是我最知道的 我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走过来的 想彻底地改变他们和感动他们 首先必须用感动的实际的 去融化他 不能往往前前说 说您比方说 离开 一旦进来离开我那很少 我也不能说 我说你可以选择不愿意在这干 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去选择 你比方说 小沈阳 他出现 他突然红成这样 说实话 他蛮可以自己出去 出外边就走了 那我 一年的时间 他从来没问过 师傅你给我给我多少钱 他从来没问过 这是第一 第二 他从来没有说 因为这一件事 我不自然出去 那基础都是公司派 他没问过 但你觉得他心里想过吗 他一定会想 他会他会他会为这事情一直是闹着心 那咋办呢 当然了 就是我说你赚钱 首先第一点 我在就是人呢 突然对钱 没有一个说 对钱没有想法的人 除非傻子 除非有过钱的人 你想 是个穷人 突然变成 在个富人之间 这个过程 如果太快的话 就非常可怕 说我是你 有些人说 我说财富这个东西 突然给到你面前 你能驾驭住 那就是你的财富 你要没有那么的面 可能财富 你家业不了 也可能会出问题